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今天要來跟各位車友分享 在賽車場上遇到衝突 應該怎麼解決比較好 我用我過來人的經驗 過來人的經驗來分享給你們 我覺得怎麼樣處理會比較好 那分享給各位 然後希望各位在場上 如果遇到類似的事情的時候 你們會有我的經驗當作借鏡 因為我覺得這個處理是蠻重要的 因為畢竟我們希望這個運動發展的越來越好 所以就是一定要有合理的 或者是公平的處理機制 還有就是我們車手應該有的態度 我來分享一下給各位 第一部影片就是2019年 我在西湖比賽的影片 好 就是兩年多前啦 OK 那時候我很慘 好 非常慘 OK 好 從現在開始 你看我排的有多後面就好 嗯 沒關係 不會永遠都這麼後面 OK 好 但是很刺激啊 有沒有 你看 騎跑了 哇 騎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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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哇 你看 賽車就是這麼刺激 這麼多車就是這麼刺激 來 注意看喔 來 你看 你有沒有看到我車子突然飛起來 是不是突然飛起來 被撞到 這就是直接被撞到 因為我在路上走一走嘛 你可以放慢動作重播 好嗎 0.25倍 突然車子就飛起來 好 因為右邊有車子直接撞我 直接撞我 OK 可是因為那時候我太菜了 我當下下來了 我沒有去反應 我沒有去反應這件事情 因為我就是繼續跑 跑完比賽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真的太菜了 我想說人家應該也會來講吧 或者是怎麼樣 可能人家不是故意的或什麼之類的 但是人家也沒來講 我們也沒去跟人家講 OK 那我覺得這樣是不是好的處理方式 OK 應該你被撞 你應該去表達 你要去合理的表達 去申訴 去講出來 不要就是悶不吭聲 知道意思嗎 這樣 我善意的想法 可能人家也不知道 人家也不知道 好嗎 雖然 我是覺得 應該不是不知道啦 因為當下他撞我的時候 我也看到他扯方向盤多出爐了 對不對 應該 好啦 但是我們就不要追究了 我只是講說就是 如果當下發生這種事情 我會希望你要把它反應出來 OK 不要就是傻傻的 傻傻的就是 當作什麼事都沒有 然後希望人家會來講或幹嘛 OK 你要懂得為自己發生 好 這個很重要 好 那接下來就到了2021年 好 我講我最近一次比賽 好 我被撞 那我怎麼去反應的 OK 好 我講的反應意思就是 我覺得這都是刻意的啦 或者是 就是 不是 可是因為賽車手自己本身都是很主觀的 好 這個我要先講 因為我可能我自己在開車 我是很主觀的 我會覺得 人家是很刻意的 OK 這是我主觀 我先講在前面 好嗎 好 只不過我在我主觀的認定之下呢 我覺得 人家惡意的刻意來撞你 我應該怎麼去處理 2021年的時候 比賽的時候 我是這樣處理的 來 繼續看下去喔 我那時候是 13分25秒的時候 讓我拉一下 不好意思 13分25秒的時候 好 因為比較不好啦 好 開車 來 好好好看 現在也是要旗袍 有沒有 喔 起跑 這個起跑就做得很不好 跟得很不急 受不了 沒辦法 誰叫那一天 就是 比賽前一天不去 比賽前一天練車不去 那感覺真的差很多 以我這個年紀來講 OK 好 但沒關係 反正就繼續看下去 好 現在反正我就在 追擊前面了 好 追擊前面 好 趕快跟上 趕快跟上 好 因為前面是有在纏鬥的啦 所以一定會稍微慢一點點 你就趕快跟上 好 你看我把水箱罩打開 好 有記錄到 下一圈了 還沒到,再等一下 我覺得我那一天 那個車子,因為 我覺得這是我身為車手的問題 我那一天 此比 沒有到最好,我沒有感覺出來 沒辦法 真的年紀有一點,感覺沒有那麼好 真的需要多點時間去感受 比較,前面有稍微有碰撞 那因為慢掉了 我們就有機會 超車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就是 當然就繼續往前追擊 對不對 往前往前往前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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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往前往前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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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越來越近喔 注意看喔 你看 一下馬上就被撞開 你看 後面一整群就過去了 你看一次幾台車 五台車喔 真的快昏倒了 我當下真的很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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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這個超車太過激進 而且我都已經就是 車子都已經拉進去了 那我的感受 我主觀的感受是 後面為了超車直接 砰 撞出去這樣子 然後他自己也慢 他後面車一堆過去 我就很生氣 我真的非常生氣 我當下真的非常生氣 好嗎 OK 好,接下來 我讓你看看我後來怎麼處理 好嗎 我們就拉到 就是 20分 34秒的時候 好 你看喔 這時候是進Pete 進Pete 好 好 要停下來 你看 我很生氣 我把 東西拖一拖 我就過去了 你看 我真的有夠氣 你看 我就走到前面去 我直接去遲問他 你剛這樣是不是故意的 我就說 你剛這樣是不是故意的 然後你看 前面都在看我 因為我覺得這個 這個超車害我一次掉了五個位子 我那時候好像是在第 第七吧 還第六 我也不知道 反正大概可能就那個位子 然後一撞馬上就到實際去 然後我真的很生氣 好 那時候回來的時候 我就跟 朋友聊天 因為那朋友本來是在我後面嘛 也是我被一撞以後 他們就過去了 所以他有看到那個情形 我就在詢問他 OK 你看 我多氣 我在那邊一直 好 你看我氣到一直在看 一直在看 真的很氣 你看我又過去 真的氣到爆炸 是吧 對不對 有嗎 你看我又過去講 氣到爆炸 真的是氣到爆炸 OK 滿有趣的 現在看起來就覺得 真的還滿有趣的 好嗎 好 好啦 我終於 回來了 OK 好 我當下我就去講 然後他們領隊也在那裡 然後我們領隊也在那裡 然後 雙方的領隊就講說 沒關係 我們去裁判室講 然後我就覺得 嗯 這是好的 因為你被撞 你一定要講出來 OK 那我們就交給裁判 因為現場都有錄影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我也有 車上的鏡頭 對不對 就是 你有什麼感覺 因為我說賽車手 都是很主觀的 我很主觀 我覺得他 惡意 刻意 這樣超車 好 我覺得 OK 所以我就反映出 那 當下他們領隊 跟我們領隊就講說 沒關係 我們就去裁判試講 好 OK 那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正常的過程 這就是一個正常過程 你就是一定要去講出來 當然這一件事情 後來的結果是 還沒到裁判室的時候 他們領隊就帶著他 來跟我道歉 因為他車上也有車載鏡頭 然後他們看了車載鏡頭以後 講說 他說他們看了車載鏡頭 以後講說 他不能這樣朝車 那可能就是 我的認知可能是沒有錯的 OK 他就跟我道歉了 OK 那 後來就是上去裁判室 他也被罰了五秒 我記得 還是三秒 我忘記了 反正 我從這件事情得到的經驗就是 你就是要去講 你就要講 不然你不講 沒有人知道 像我之前那一次 我沒有講 人家就不知道 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去 主張你所想的 知道意思嗎 OK 那像如果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 可以去跟你們領對獎 可以去跟對方的領對獎 OK 然後去跟裁判申訴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正常的管道 當然我遇到對方 我也是覺得是蠻正直的 因為他們看完影片以後 覺得就是 欸 欸 是他們不對 所以他們就來道歉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OK的 因為這就把事情處理掉 大家就不會就是 就這件事情在有多所衍生 OK 就這個事情就停在這裡 好嗎 這個就是我的經驗 記得 你當下怎麼樣 你下來一定要去反應 反應人家才會知道 對不對 人家知道以後 人家才會有所回應 是不是 這樣才會有在處理這件事情 不要像我之前一樣 兩年前就什麼都不講 我覺得這個是不好的 這個是不好的 好嗎 OK 當然這件事情也就到此為止 就這樣 只是分享一下給各位車友 我的經驗 我的經過 那接下來 我再給各位車友看一個影像 因為這個是預賽 當天的決賽 我跑完的時候 就是 有一個車友跟我講說 你剛剛操車 是我 就是 是他比較熟利 他沒有故意關門 我操車過急 因為他說我操車就是 過分的激烈這樣子 可能就是比較過度一點 就是可能我就硬操 他因為為了不要玉石俱粉 他就讓開 他當下這樣跟我講的時候 我是直接就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 抱歉 抱歉 謝謝你 抱歉 因為對方是我很尊敬的人 OK 我以前就是開車的時候 他教我很多 所以我也沒看車載盡頭 他主觀這樣認為 我就直接就是跟他道歉 我就說 不好意思 抱歉 謝謝 謝謝謝謝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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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講我說 就是我操車過分激烈這樣子 然後他因為 他沒有就是 他沒有 他沒有硬關門 沒有玉石俱粉 這樣子 OK 他有就是退讓一點這樣子 OK 然後 我也是就是 沒有看車載盡頭 因為我走過他旁邊 他這樣跟我講 我就直接 當下我就直接跟他道歉 我說 抱歉 抱歉 OK 那接下來 我就把這個鏡頭 就是 就是放給各位車友看 放給各位車友看 那 我覺得就是這樣 就是 當下他有什麼主觀想法感受 他也直接反應過來 人家才會知道 人家才會有所反應 這樣了解嗎 OK 好 我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 發生的經過 這樣子 好 接下來是 3分53 好 這也很有趣 太有趣了 好 慢慢拉一下 不好意思啊 好 好 我現在就 跟他車子後面這樣子 OK 好 準備往前方追擊 往前方追擊 因為現在已經開始比賽了 好 找機會超車 要跟緊一點 你看我的車子真的持筆有一點點問題 但是我到現在沒感受到 好 注意看 好 因為我覺得貼得夠緊 我覺得好像可以 好 就是這個地方 我超過去 好 好 我看完這個影片 因為我回去看這個影片 我覺得這個超車是沒什麼問題的 我的主觀感受 我覺得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因為對方有跟我講 然後 你看人家講 我們就知道我們會怎麼處置 我覺得不管是不是我的問題 那因為對方是我很尊敬的人 所以我就會直接當下 就是跟各位 跟那一位就是車友 跟他講說抱歉 抱歉 抱歉 那雖然回來看 我也是覺得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OK 所以就是 從這件事情得到的經驗就是 你一定有任何想法 或任何問題 你一定要去跟人家表達 那人家才知道 對不對 人家才知道 人家才有辦法去反思反省 或是你可以看一下對方的反應 這樣子 OK 這就是我想跟各位車友分享的 好嗎 希望各位車友可以把這些東西 把它學起來 OK 等到你在場上 遇到糾紛的時候 遇到問題的時候 你會知道怎麼樣去應對 會是比較好的 OK 那歡迎有任何問題 你可以在影片說明處 或是下方留言 我都會一一回覆你們 好嗎 好 那就這樣吧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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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